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位一脸慈祥的儒雅的先生 名叫顾隋 他是我国一位了不起的 运文散文作家 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文化学者 然而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 他的学生啊 后来有不少都成为了学界大家 比如说 红学泰斗周汝昌 著名的文学史家郭玉恒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 北京的作文题 这个命题人就是郭玉恒 还有史学家 文物鉴定家史树清等等等等 那么他有一个著名的学生 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叶佳莹 这位就是叶佳莹先生 叶先生啊 有很多的头衔 比如说南开大学 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加拿大皇家学 会院士等等等等 其实再多的头衔 也无法真正的体现 叶佳莹为中国古典诗词的 研读研究 以及推广 所做出的贡献 今天呢 我们就来翻开这本 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叶佳莹所著的 我的老师顾隋先生 我们一起去读一读 他们诗生之间 一封尘封了六十年的书信 背后的故事 差不多已经是六十年以后了 我在整理我们家东西的时候 找到了一封我老师的信 是我当年没有收到的一封信 其实还不是给我的信 是顾先生给我的信中 附了一封给台湾大学 台静农先生的信 给我的信已经不见了 而这封信居然保存了下来 信封的正面 写的是台湾大学 台静农教授的名字 信封的背面写了几个字 左营海军军事学校教练处 赵中孙转 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信 我是去年 也就是2011年才看见的 我们来看 这就是那一封 尘封了六十多年的来信 这封信的大概意思 就是说 叶佳莹学识文章 都是不可多得的 希望台静农先生 能够想想办法 帮助叶佳莹找到一份 相当的工作 但是这封信是战乱时期 从内地寄到台湾的 而那时候 叶佳莹和她的先生 都已经被关押 所以信一直未能收到 但是我们从信的字里行间 能够看出老实顾随心中 对叶佳莹才华的高度肯定 称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对于这种深刻的诗生情谊 叶佳莹也写了一首诗 她写道 诗地恩情与骨肉 书生致意脱欧银 只应不负遂寒心 也就是说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 有时甚至比骨肉更亲近 因为骨肉亲情是天生来的 是血缘关系 而不在于个人的精神思想上 那么赤身的情谊 则是他们理想和质疑的一种传承 事实上 顾随先生对叶佳莹的关怀 不仅仅是对她生活事业上的帮助 更在于在学术上 对她的尊尊教诲 书中说 叶佳莹成为顾随先生的学生 是开始于1942年的秋天 那时她刚升入府人大学中文系 读二年级 而顾随先生呢 担任唐诵诗词课的老师 那么 课堂上的顾随先生 又是怎样的一位老师呢 我们就跟随叶佳莹的文字 去上一堂顾随先生的大诗课 有一次先生来上课 步上讲台后 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 自觉 绝人 自立 立他 自度 度人 初看起来呀 这三句话好像与学师 并无什么重要之关系 而只是在讲为人 与学道之方 但是 先生却由此而引发了不少 论诗的妙意 先生所首先阐明的 就是 诗歌之主要作用 是在于使人感动 所以 写诗之人 便首先需要有 推己及人 及推己及物之心 先生以为 必先具有 民包物与之同心 然后 方能具有 多情锐感之诗心 于是 先生便又提出说 伟大的诗人 必须有将小我 化而为大我之精神 而自我扩大之途径 或方法 则有两端 一 是对广大的人士的关怀 另一则呢 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于是 先生遂又 举引出 杜甫登楼一诗之 花境高楼 商客心 万方多难 此登陵 为前者之代表 陶渊明 饮酒失踪之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为后者之代表 而先生 由此 遂又推论及 杜甫与陆游 及新戏籍之比较 以及 陶渊明 与谢灵运 及王国为之比较 所以 叶嘉莹感叹说 顾随先生啊 如此可以 层层深入地 带领同学们 对于诗歌中 最细微的差别 做最深入的探讨 而且 他绝不凭借 或者是 习取任何人云亦云 已经有的成说 他总是以他自己 多年来 亲自研读 和创作的心得 与体验 为同学们 为万身取的 做多方辟说 所以啊 先生之讲课 真可以说是 飞扬变化 一片神形 因此 上过先生的课以后 恍如一只 被困在暗室之内的 飞影 莫见门窗之开启 使托然得赌 明朗之天光 变万物之形态 此后啊 叶佳莹 一直师从顾随先生 哪怕是毕业之后 还会常常回学校 去听他的课 这个时间 一直长达五年之久 1948年 叶佳莹 离开北京南下 临行之前 顾随先生 送给他一首诗 其中有一句 是这样的 念在上堂 如梦意 几人传法 献忧谈 这意思就是说 自己在讲台上 教书几十年 如同是梦意一般 就是说梦话一般 而在他所教的学生之中 究竟有几个人 真的能够继承 他的精神和理念呢 看得出来 顾随先生啊 是希望叶佳莹 能够继承 他的精神和理念 而叶佳莹呢 也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 他终身致力于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在海外和国内的讲台上 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并且捐出了 他平生退休金的一半 在南开大学成立了 夜市铒安奖学金 那么这个陀佳莹 正是他的老师 顾随的别号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视频 陀佳莹是我的老师 顾随先生的别号 老师跟学生之间 我们有一种传承 如今啊 叶佳莹先生 已经是九十几岁了 但他还在讲台上忙碌着 他说我们教学 就是星火相传 我希望我的那一点光焰 能够有年轻的同学 像传灯一样 能够传下去 是啊 这光焰从顾随先生 传到了叶佳莹先生这里 相信也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好的 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 叶佳莹先生所写的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